经过漫长的一小时的思想斗争 我决定留下这个Wearless Me 而不选择1100多的Wearless Go 2 我们书接上文 这次是真开箱 这是Wearless Me中音的国行 1200多 还有一个是Wearless Go 2 港版 1100多 然后花120块钱配一个苹果线 也是1200多 价格和这个一样 只不过这是两年质保 那是一年质保 其实我要是不开箱 直接把这个七天无理由 可以重新买这个Wearless Go 2 但是我为什么没选那个呢 下面说说 因为这种东西一拆箱 就不能七天无理由了 这是发射器给人佩戴的 5V 0.3安 澳大利亚生产 这是给相机或者手机佩戴的 也是5V 0.3安 这是我第一次用罗德加的这种无线麦克风 Wearless Me的附件 两只小密封的封衣 这是苹果线 在它这个包装上写着苹果线的名称是SC21 但是现在网上的那个Wearless Go 2的 它这个苹果线叫SC15 都是30厘米的 只有这么长 原装线 一头是Lighting 一头是Type-C 还有一个防红毛衣 这是双Type-C线 有罗德的logo 这两只应该是接电脑或者接相机上用的 一个使用手册 目前没有微单 这两个暂时用不到 我不用安卓录像 录像还是用苹果更好 所以说这个也暂时用不到 防红毛衣应该用得到 下面爱斯基模仁 这个图标叫啥来着 上面开关 侧面都有一个USB口 这是接收端 还有一个3.5毫米的耳机接口 这是发射端 一个是电量 一个是连接 这个毛衣应该是穿在这个地方 按下去再拧一下就可以了 防红毛衣 然后按住 再转一下就能够取消 侧面有Wearless Me的标志 这个接相机的 没有磁吸 估计也夹不到手机上 估计还得买配件 要连手机是用这种数字接口 而不是3.5毫米耳机接口 好 开箱开完了 下面说说为什么选Wearless Me 而不是Wearless Go 2 它倆的价格是一样的 目前 第一个原因 这个Me是新款 2023年款 Wearless Go 2是2022年款 一对一的 我喜欢买新款 第二 这个设计 它这个表面没有屏幕 Go 2是有屏幕的 虽然有屏幕 功能更丰富 更方便手动 更方便看 但是我感觉 从外观颜值来看 这个Me 我更喜欢 据说好像还要小巧一些 第三 Go 2有很多功能 包括手动调整的功能 也包括版载的录音备份 但是这个我不需要 还有这种很多按键 怎么按几下 出现什么功能 这些功能都可以快捷操作 我觉得对于一个经常用麦克风的人 经常用它的人 拿它工作的人来说 还是用手动更好一些 更适合买Go 2 对我来说 像这些设置不怎么用 在手机APP里设置就可以了 我更喜欢简单一些 省心省时省力 减少学习成本 下一个原因 这个VLSMe 它多了一个自动电瓶 自动降道的一个功能 一个是自动 还有一个叫什么 动态什么的 那个是Go 2不具备的 这个功能可以减少爆破音 对于我来说 这是我需要的 有这个更好 像VLS Go 2 有很多手动调整功能 对我来说可有可恶 我可能用不上 虽然Go 2有那个 手动调节降道的按钮 下一个 据说啊 这个东西 需要有苹果电脑和iPhone 对它设置调节的 才会更好一些 如果没有iPhone 没有苹果电脑 可能会差一些吧 应该Windows电脑也可以 还好 这三亚我都有 所以说 对于我来说无所以 下一个原因 具体的使用场景 对于我来说 一对一 一拖一就够了 另外 这个VLSMe 更适合手机 对手机做过相关的优化 另外它的声音 也都是一样的 声音效果是一样的 这是我想到的 尽量的全自动 声音效果还都一样 那何乐而不为呢 对吧 而且这个还有两个麦克风 思来想去 综合对比 还是这个更适合 这个密更适合我 那就不用退了 它还附送了这么几个东西 都是第三方的 这个好像是手机的支架 这个是领夹麦克风 也是第三方的 这样的上镜就不会出现这个东西 直接出现领夹的麦克风就可以了 但是我不知道这样会不会损失音质 如果损失音质的话 就不用这个 好 关于我为什么要买 罗德Wireless Me这款麦克风 以及如何排除的猛马 和科迈以及Wireless Go 都分享完了 希望能给各位在选择的时候做参考 具体的使用情况 使用感受以后我再分享 关于这款麦克风的使用效程 网上也有很多 如果你没买 估计也看不懂 我就是那样 等买了再看 以后我再录视频 就可以用这个麦克风录制了 而不是用iPhone14来收音 好就这样再见